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地上右侧六宝箱三潮溪之宜 明朝一月三日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质箱观景点全收集简明黑海岸全岛太提之地地上最下侧 三宝箱一潮溪之宜 开始本壁之线 我们需要把这个区域任务海峰中失落的这个湛南回升 上给他完成 然后你顺便你把他下野一起完成了 好 请问他的后日坛 你一定要完成 不然的话 这个区域的只有一个潮溪之宜你是找不到的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黑海岸群岛地上最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前方悬崖上就是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 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贴着前方的悬崖边往左走 贴着悬崖边往左走一直往前 然后前方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爬上前方的悬崖爬上来 然后再往上爬 然后一直往上爬 爬到最上方 然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小别墅在小别墅的楼梯下方 在楼梯下方有一个小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传送回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进入山洞 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潮溪之一 然后我们切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溪之一 打开之后我们前方我们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回头 回头有一个小洞 在水里的小洞我们游进去 然后就能够看到一个紫色的宝箱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又一个小洞 从一个小洞出来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一直往前然后爬上去 爬上去之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沿着这个路往上走 一直往前往前走出来 走出山洞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正前方能够看到一棵树 在这棵树的下方有一个小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小洞金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金色的潮汐之仪 然后我们青虾怪 青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金色的潮汐之仪 拿完之后 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又能够看到一个潮汐之仪 这个是需要我们先完成 开头我说的那个任务 然后才可以出现的一个潮汐之仪 反而者不算 然后我们青下怪 青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汐之仪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打个小地图 然后我们现在是54的宝箱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黑海岸群岛地上最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 我们挑起来一格 挑起来一格 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 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是你喜欢 然后我们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上爬 然后前方依然有个大柱子 我们来到这个大柱子的右侧 我从这个大柱子的右侧爬一下 然后抬头看 然后上方依然是有回复体力的地方 沿着体力一直往上爬 爬上来之后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我们往下看 然后下方能够看到一个 左侧一个小宝箱 右侧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先把这个宝箱拿到手 然后我们再打这个潮汐之一 我们清他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个潮汐之一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进度 现在是58的宝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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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